關於一個有條件的事情,因為11個縣市的營養午餐他們也在進,像台北這邊是沒有,那到底要進步? 我想都尊重地方政府,但是我們現階段就是趕快把檢驗做出來,把真相釐清,然後再來做下一個動作 那如果跟這些其實是沒有關係,我們等到證據都出來以後再盡快做釐清,這樣是比較妥當的,因為我們也要預防事態的擴大 這樣進步會不會太早,禁止大家小朋友營養午餐 我想尊重,大家對孩子的保護可能就會比較積極一點,這個我們都尊重 好,謝謝 我們目前的證據看說,有些患者,患者那個裡面重症的有驗出血液中有米酵精酸 可是初步衛生單位在那個餐廳採檢的話,看到說一些板條內骨條,他們並沒有看到米酵精酸的,沒有驗到它的濃度 就是說因為有時候在採驗當中,就病人吃下去,跟當你採驗的也許不是同品 我覺得之後還是要多方面來化驗 因為我們掌握了下一筆消費紀錄,有五十多筆都是鮭仔條 但這五十多筆鮭仔條,它消費,在料理的過程也不會只有單純的鮭仔條 當然還有包括整個西洋館的食材,醬料等等 所以這些,我們在包括查購,整個料理過程的食材 還有在行政院會,中央以及包括陶芸市副市長 黃明議員他也是專業的,也提出來,整個過程都必須要非常審慎的來檢視 所以也絕對不會單單只是鮭仔條或河粉而已 所以我們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料理的食材,都把它全面的做一一的檢視 主要是幫我們講解一下,就是說您觀察到有可能果條的部分是受到木感染這個部分 如果是做出來確定是那個菌,那個酸,那個毒素,就是米酵菌酸 那這個東西呢,主要的是在過去呢,不管是在東南亞或者是在非洲 都是在發酵的過程裡面,這個食材受到汙染所造成 那大家也聽到了,最主要它會在一些含脂肪比較高,脂肪酸比較高的這些食材裡面 就像那個椰肉啦,或者是其他的這些東西 那中國那邊也有很多的報告,主要的也都是在發酵食品的時候 然後它因為有受到汙染,所以造成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事實上,窩仔條它沒有經過發酵 那當然你如果放在外面,放在室外,沒有做很好的冷藏 一般來講應該就是看,就是那個,那個,仙人掌菌的可能性會比較大 那仙人掌菌的中毒呢,事實上這個,它的臨床表現呢 不會像這個米酵菌酸的那麼嚴重 所以現在看起來就是米酵菌酸所造成的問題 那應該就是在食材的這個過程,在處理的過程裡面所受到的汙染 那在新加坡大家知道,它也是屬於東南亞區域 而且它那邊有很多,跟印尼也很接近 所以他們的食安的這個警告裡面,事實上就寫得清清楚楚 當你在做這個白木耳或者是黑木耳的這個發酵的時候 因為像台灣的黑木耳要處理,要煮之前一定也都要泡水 那有些時候有人會泡得過隔夜甚至泡得更久 讓它比較軟一點,比較好吃,比較容易入口 當在浸泡的這個,第一個這個木耳 因為它會受到一些這些菌的汙染 所以你要浸泡之前一定要洗乾淨 然後呢,這個洗完乾淨之後呢,在浸泡的時候 這個他們的食安通報裡面就告訴你說 你應該放在冰箱裡面去浸泡 不應該放在室外 因為你像東南亞地區都是比較濕熱的這個地區 所以很容易會,這些菌很容易會滋生 那台灣呢,前一陣子也是蠻熱的 也有可能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所以呢,這個菌呢,就在這個木耳上面增生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看它只有那一家這個保齡有問題 其他的保齡呢,事實上沒有發現有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這個回歸到最原始就是 一個餐廳的衛生呢,跟那個廚師的衛生 還有環境的衛生呢,事實上是還是最重要的 還是最重要 那醫生那個菌的,它是已經存在我們這邊很久 菌呢,本來就是在泥土上面或者在空氣裡面 多多少少會有 尤其是在一些的這個古類上面,它也會存在 它本來就是,它本來就是存在在這個環境裡面的 只是要有機會,它才會增生,才會產生這樣子的毒素出來 所以請教一下,所以它是如何在做,在處理的時候 產生了這樣的一個污染,最有可能的 我覺得,我猜應該是他們那個木耳,黑木耳 黑木耳這個,那個在浸泡的時候 第一個,它沒有放在冰箱裡面 第二個,它浸泡的時間過久 還有就是,黑木耳要處理之前呢,沒有清洗 上面的菌呢,在浸泡的過程中間,加上濕熱 所以呢,它就增生 那你直接拿來用,當然就很可能就會造成這樣一個 這個中毒的一個狀況 我們一直都指標是指向保林市場 但是我們也要在保林市場裡面找的那個 廚房或是哪個地方去找到 這米酵,米酵菌酸的成分所在 應該是這樣才對啦 我現在目前的看法像中國 他怎麼是洪醫師、洪教授說的 也對啦 可能在清這以前的時候 從裡面拿出來 這個角落有那個淡泡菌的 細菌的橄欄 他不知道要清出來橄欄到的可能性 也很大 這個在1936年喔,日本 金剛縣也發生過 那個大虎事件就是 這個麻糬齁 裡面有尿椎、細菌、糞便 有的沒有,你橄欄 有它淡泡菌的 像這個米酵菌酸都一樣的 不一樣,但是一樣淡泡菌所產生的毒素 也穿幾個中毒 四十四會又僵侵 所以這個大條 源頭找到以後 再找更深遠的源頭 到底是真的不乾淨所造成的 因為這些 出事的人喔,不是都吃同一個東西嘛 所以它尿椎有佐料 譬如說你放在床上的 那個草啦 跟蜜 那個我們日本人說米酥 那都發酵食品 那裡面都有可能存在 這個蜜啦 所以這些都 沒有,大家都中中嘛 有可能有嚼嚼的 所以它這樣丟到了 沒有嚼人沒有丟了 是不是這樣就 就要考慮看看 去找這個源頭 沒有,現在會趕去找 去來就檢查 我相信趕快找到源頭 這個才是重點 現在最重要就是說 為什麼 我們 兩天後死亡的 你可以採到米酵菌酸 我是同意啦 我應該是會,沒有錯 但是一個禮拜後 你已經經過急救 還有用葉克膜去代謝息 身體裡面還會殘留米酵菌酸 的成分的話 我這很恐怖 我們吃很多 一定是吃很多啦 再來就是說 你這個重症病人 是不是也要去 發現說 他身上是不是也是有這種成分在 如果在的話 那這個案件 剛才做一個結尾 就是說 他一定就是米酵菌酸 所造成的死亡 就一定 就可以決定了